第十七集 周成看着夏小兰的眼神里带着小钩子 夏小兰没吃过猪肉,至少见过猪跑 这个周成对他有好感,而且毫不掩饰这份好感 他对这个看脸的世界心中有数 男人见了他这张脸真的很难讨厌 要不今天怎么会惹来这一场祸事呢 周成和康伟是他的救命恩人 夏小兰自己心中坦荡,也不矫情 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 不麻烦,我们跑了几天长途 中途本来也要歇歇脚 送你到家再返回县城 康伟张张嘴 橙子哥和女孩们说话从来没有这样耐心 多少姑娘追着橙子哥跑 愣是正眼都没瞧过他们 刚才在路上也没说要在安庆县歇脚啊 他们载着一车祸早点回到京城 这一趟就安生了 康伟偷偷瞄下小兰 他的确太漂亮了 难道把不尽语色的橙子哥迷住了 他不敢滋生,赶紧打鞭鼓 不麻烦,你说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在路上都不安全 万一那些臭流氓还有同伙呢 你放心,我们肯定不是坏人 派出所不是留了档案了吗 再推辞下去,好像真把恩人当成狼来防 夏小兰看着那辆大东风,不知道自己该坐哪里 周成把夏小兰的自行车往康伟手里一塞 嗯,你到后面去,顺便看着货 康伟的一颗心,瓦凉瓦凉的 但他又不敢反抗周成 只能将夏小兰的自行车放到了车厢里 车厢装满了箱子 康伟好不容易才挤了上去 夏小兰想张嘴说自己去后车厢 不过人家装着货呢 或许是不信任他 他坐到了副驾驶位置 大东风启动了 离开省道,通往七景村的路烂得很 好多时候,车轮都挨着路边闲闲而过 夏小兰不时给周成指路 汽车就是比自行车快得多 走路两小时,骑车一小时的路程 大东风只要半小时就到了 前面就是我家了 村里的路开不进去 你就在这里放我下来吧 夏小兰指了指七景村 一路走来,田间地里都是忙碌的景象 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按下去 干活的人要把脱利的稻谷装回家 麻袋装着 全靠人一代代地扛 村里有了炊烟 平时吃两顿饭的 农忙时肯定要一天三顿 顿顿都得吃点实在的 要不谁能干得动那活啊 夏小兰本来打算今天早点回来做晚饭 到派出所去说明情况 把时间给耽搁了 他心里有点急 周成也看出来了 等他下车 周成忽然问道 你明天还去安庆县 出了今天这种事 一般小姑娘吓也吓死了 说不定就不会继续做买卖 就算还卖蛋也会歇几天缓缓神 不过周成觉得夏小兰不像一般的小姑娘 他看着娇娇弱弱的 其实挺大胆 果然夏小兰想也不想 当然去 周大哥 你们晚上要住在安庆招待所 我明天去找你们 给你们带早饭 周成邪里邪气的 听完后却眉眼舒展 觉得小妮子颇有良心 回去吧 明天不要太早出门 不安全 夏小兰推着自行车就走了 康伟戚戚爱爱凑上前 诶 诚子哥 你真看上了 周成冷横一声 康伟哀嚎起来 还有没有天理了 明明是他先看中的人呢 惦记着一路 结果让周成给截胡 夏小兰推着自行车回去 刘芬早担心得不得了 夏小兰今天回来得晚了 他们干完田里的活 没见到人 刘芬正想出门找他 可巧 夏小兰就回来了 他虽然整理过衣服 但鸡蛋的腥臭味 掩饰不住 我路上摔了一跤 只能推着车回来了 蛋也碎了好多 夏小兰主动坦白 刘芬哪里会去想蛋 赶紧追问他 哎呀 有没有摔棚啊 让爸仔细瞅瞅 夏小兰在原地转圈 又蹦蹦跳跳两下 呢 我真没事 不过 恰好遇到两个好心的同志 开车载了我一段路 明天我顺道给人带早饭 谢谢他们 要不 你明天歇一天 都说好了 要给人带早饭呢 对了 晚饭我在县里吃过了 妈 你们今晚吃什么 收割稻谷不仅累 汗和各种草屑 黏呼呼混在一起 痒得难受 刘勇和李凤梅忙着去冲澡 刘芬一边做饭 一边看着涛涛 夏小兰回来了 就赶她去洗澡了 涛涛围着夏小兰打转 小兰姐 你到底啥时候 带我去县城玩啊 她眼巴巴望着 像条小精把 夏小兰忍不住 捏了捏她的小脸 姐姐忙着赚钱呢 哪有空陪你这小鬼玩啊 不过 如果你乖乖的话 我明天给你带个礼物回来 涛涛眼珠子一转 她很想去县城 就是想和夏小兰黏在一起 不过 她爸说 小兰姐是去做生意的 让她不准烦人 夏小兰又说给她带礼物 涛涛就很满足了 她把手伸出来 我不信 之前还说带我去城里 结果早上偷偷跑了 我们拉钩 涛涛伸出小拇指 夏小兰只能把小拇指和她勾着 两人勾着小拇指 大拇指往上翻挨着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谁变谁是小狗 刘勇刚好喜欢早出来 你个臭小子 和你些没大没小的 你说谁是小狗 夏小兰是小狗 他这个当舅舅的 不就是大狗 刘勇满地撵孩子 夏小兰忍住笑去栏 俏俏 我和涛涛玩呢 没关系的 哄孩子嘛 刘勇干了一天活 筋疲力尽 就是做个样子追一追 听见夏小兰的话 他顿时乐了 你这话说的老气啊 自己都还是个小孩呢 十八岁的大姑娘 已经能嫁人了 不过在刘勇的眼里 夏小兰这个外甥女儿 也就是个半大孩子 可怜她头胎到夏家 偏心的家人 棒锤样的亲爹 还不肯叫当舅舅的养 自己要挑起养家的重担 刘勇叹气 哎呀 你今天是真帅了一宵 我可不是你嘛 越是相处 夏小兰越是觉得 她舅舅刘勇很精明 她也没瞒着 把今天的事说了 那些人 事先打听过我的来历 您说 我的坏名声 都传到县里了 夏小兰卖鸡蛋归卖鸡蛋 她难道见人就说 自己是大河村的夏小兰 刘勇一阵后怕 也觉得其中有鬼 我明天进城大听一下 也好好谢谢 你说的两个救命恩人 你这丫头 请人家吃两顿饭就大发了 田里的活 没事 我让其他人帮忙干 耽误不了享受 刘勇吃完晚饭出去了 夏小兰和他妈说 帮人带早饭的事 她就是个嘴泡 炒两个菜 还能吃个新鲜 让她蒸个包子 连面都发不好 83年用的 又不是什么自发馒头粉 用剪发面还算好的 更多的是用老轿子 夏小兰掌握不好那剂量 李凤梅在旁边插嘴道 前几天跑到萝卜够酸了 多点猪肉盘着 做个酸萝卜猪肉饺子 带出去 纯肉馅 这个真没考虑过 能有荤腥味就不错了 这年头谁家能吃纯肉馅 太奢侈了 都不错了 这一年头谁家能吃纯肉馅 都不错了 这一年头谁家能吃纯肉馅 感谢观看